刚下来就发现一只海螺 我这海螺有点小 小海螺我们就不要了 让它再长长 这个季节赶海 也就石头上有一些海鲜 这是一个海胆 一个小海胆 在这儿没发现大海胆 全是这种小海胆 这带回家也没什么价值 把它放在这儿 走你 小拉螺 这可不是小海螺 这是小拉螺 这拉螺也就长这么大 可能还会再大一点 不过这个个头可以了 我们就先收下 看这是小海螺 挺小的 这石头边的小海螺特别多 这是小海螺在吃 应该是一个纹杆吧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哎呀 挺紧 不好拿 两个小海螺 再吃这一个大纹杆 这纹杆就先收下了 海螺到现在还没碰到大的 这个小辣螺倒是不少 捡捡回去可以吃一顿的 好几个 全小辣螺 其实这个小辣螺和海螺也差不多 价格上也差不多 就是吃起来可能没有海螺那么过瘾 这边石头全是 我估计附近是有那个辣螺窝的 我们仔细找一找 我说是吧 你看我发现什么 一个辣螺窝 这石头全是辣螺 我给大家看一下 看 我去全是啊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去 这么多 这潮水还没全部退下去啊 这退下去的话 能给大家看一下 这石头上密密麻麻的 全小辣螺 他们聚在一起 然后是在产软啊 这个软已经产完了 然后我们抓走一些 然后留下一些 就这样吧 就抓这一些 看 哇 下面还有很多啊 再来一把 哇 看到没 这一个石头上得有个三四斤吧 这下边 下面掉落的也挺多的 不过大多都是蛤蜊皮 好了 其他就不要了 这下面从远处看有个螃蟹啊 不是跑哪去了 在这吗 在这 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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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 我 哎 哎 这个个头还不小 钻你去了 跑到最里面去了 抓不到了 来了 放掉你吧 这只死掉的螃蟹还会跑 看到没 给大家抓上来 你看这个螃蟹 原来是它背着这只螃蟹跑 它后边后背上长了小爪 大家有认识这只螃蟹的吗 知道它叫什么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 我看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螃蟹叫什么 哦 你看又发现一个蜡螺 今天真是发财了 全是蜡螺 这蜡螺聚在一起 铲完软之后 然后就跑掉了 先把这几个落单的 给它抓走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边 哎 浅浅的抓一把 溢死一下 不然心不甘呀 现在潮水已经是最低了 这边坝子已经露出来了 这是第一个海螺 我们抓到第一个大海螺 这潮水退的地 石头霸上全是海螺 看这又发现一个 大家看到没 它的颜色和这个蛤蜊颜色一样 就藏在这里 我没戴手套 没戴手套的话 这蛤蜊 特别的锋利 稍不留神就被蛤蜊划破手 太锋利了 大家赶海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不要像我这样 这个头可以啊 收下收下 考验大家的眼力 看到没 在这呢 是 是